另外高雄壽山動物園培育的兩隻小獅子 今天再度亮相 而且他們終於有名字了 這對雙胞胎要長得像小獅王 所以名字就叫做小星還有小八 高雄壽山動物園公布雙胞胎獅子 命名票選結果 初選名單一一揭曉 偏偏市長陳菊手中的卷軸 就是拉不下來好尷尬 市長請揭曉 看我們的料金 主持人乾淨打圓場 說是最辛苦的事 都由市長陳菊來單 才看到這一組名字叫Lucky跟Happy 不過最高票當選的 可不是這一組名單 而是握在旁邊的議員連立堅手中 小星跟小八 就是這一對小獅子的名字 五個月大的獅子雙胞胎一亮相 全場為一隻轟動 原來這是壽山動物園 自行培育的第一對小獅子 從滿月到現在第三度亮相 可以明顯看到這對獅子王 長得頭好壯壯 成了高雄榮譽市民之一 人工繁殖的 所以我想我們動物園 所有的寶物園 專業人員都是悉心照顧 用他的專業讓南台灣我們自己有能力 服役這樣的小獅子 有了雙胞胎小獅子助長聲勢 壽山動物園也打算朝夜間動物園來發展 要讓大家一起看到小星跟小八 這一對小獅王在高雄市快樂成長 民視新聞黃美惠 西亞德高雄市報道